大家好,我是老何 好久没有跟大家来分享啤酒的视频了 在比利时啤酒当中呢 罗石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 其中它的原脉质浓度达到了22度 酒精度11度 你以为这就是它的天花板了吗 老何又找到了一款酒精度比罗石还要高的 比利时啤酒 就是这款 布什 它的酒精度达到了12度 原脉质浓度达到了24度 来吧 今天老何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这款 就是目前来说在比利时啤酒当中 老何喝过的酒精度最高的 来试试啊 之前试了一款桃子口味的 还是口感比较发酸啊 不知道这款 12度的啤酒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原料就不说了啊 基本上在比利时啤酒当中呢都会有白砂糖的声音 不时在比利时啤酒当中算得上是也是比较有名的啊 开瓶倒的时候呢 细细的闻起来是那种有一点点果香味 然后很重的那种酵母的香味 基本上闻不到酒精的那种味道啊 虽然它是12度的酒精度 入口的感觉跟螺蛳就很像 是那种就是酵母的香味加上一种那叫什么 就是类似于啊 就是那种红枣啊 那种带一点甜那种焦香的味道吧 然后基本上入口的第一口没有任何的酒精感 整体的那种沙口感还是比较强烈的 入口很好啊 给口腔里带来了很强烈的那种 就是啤酒的那种冲击力 再大口点喝 在后味当中还是明显感觉到这个酒精度啊 有就是对这个口腔带来的这个冲击 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那种酒精的感的那种体验 还是挺强的 但是酒精那种味啊 气味确实没有 喝起来让你感觉不到 就是不能够通过鼻腔就能闻到 这是一个度数很高的酒 嗯 这个泡沫消散以后再去闻 会有一点点酒精感在里面 西西的品这个酒 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层次感也比较分明一点 就是它通过泡沫给你带来的 那个酱母的香味在前面 表现得很突出 口感呢 微微的在发甜 然后到了后面以后 泡沫散掉 在口腔当中 那个就是12度的酒精给你带来的 冲击感是比较明显的 再往后 嗯 或者是后味持续的也很好 没有苦味 基本上这是一款适合配上一些干果来享受的 慢慢享受的一款酒 还不错 虽然是这是我喝过的度数最高的比利时啤酒 但是整体在口感在各个方面都是很不错的 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个布什啤酒 好了 这就是老何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款比利时的烈性啤酒 酒精度12度 拜拜